探險不需要遠走高飛 我跟著我的好奇心 走訪一棟一棟充滿趣味 又有個性的建築物 藝術品不只是具有美麗的裝飾性外觀 而它本身也是往往要傳達出作者的創作理念 而建築呢 它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藝術創作 今天我們來到苗栗三藝 一個隱身於竹林裡的建築物 就讓我們好好來探索 它要傳達出什麼樣的創作理念吧 富貴三藝是一個人文、藝術以及自然三者相伴的空間 藝術和文化的風氣在此展露無遺 更實質整合了建築與自然等議題 將藝術與生活融合 不僅提供了民眾充分休憩放鬆的空間 也使得藝術品有了分享的平台 今天就透過館內文化導覽 黃特柱一起去認識這裡吧 黃特柱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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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我剛剛一路走過來有覺得非常不一樣的氣氛喔 因為以前我來三藝旅遊的時候對於木雕還有客家文化的印象最深刻 可是剛剛從小敬的竹林走過來 我發現說這邊怎麼會有隱身於一個建築物在這邊 不知道它平常的功能是什麼 是 其實我們這邊的話是有藝廊跟餐廳 那我們主要是提供說 希望在這個大台中的地區 甚至說在整個台灣來講 我們要有一個不同於大家所概念中所想像的 包含說大家看到三藝的時候 想到三藝一定都會想說這是個客家聚落 但是看到這裡的時候 就像您剛才從竹林步道走出來一樣 會有一種柳暗花明又一村有一種驚豔的感覺 讓大家想像中三藝這種小聚落是完全不同的 那也讓大家突然間覺得說 怎麼三藝會有這樣的一個地方 會有這麼樣一個別緻的地方 精緻的地方 然後讓人家覺得說有點不可思議 有點難以想像 所以我們就是用這樣的一個氣氛氛圍的營造 先讓客人覺得好奇 尤其是第一次到我們這邊的客人 他會因為這個樣的好奇 然後踏進我們這裡面 那踏進我們這裡面 首先看到的就是我們入口處 您剛看到那個銀客松 還有一塊巨石 然後在專員所見 你會看到一個女體 跟我們這邊一大片的水景 那其實我們這邊的話 就是在營造一種鋼跟柔的氣氛 那銀客松跟巨石 其實就是說在歡迎客人的到來 那當客人轉頭過來 看到女體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看到我們的女體 它其實是很輕鬆自在的 那我們也就是說 客人到了這裡 我們去提醒客人說 來到我們這裡 你可以放輕鬆 可以放自在一點 不要那麼的拘束 然後讓自己的步調放慢 然後讓自己的生活 過一點不一樣的方式 剛剛特助有提到說 其實在這個設計的核心概念裡面 是有鋼柔並濟的這個核心 idea 那其實我剛剛從入口進來的時候 的確有發現這樣子的呈現喔 像是我們有看到它筆直的磁線的設計的透視 以及正方形的區塊 這樣子是比較是鋼硬的感覺 那但是穿插著竹林 石頭 或是銀客松的部分呢 它的柔軟的線條 以及自然本身的這種生命力 其實呢 就可以打破這種鋼硬的感覺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設計真的非常的特別 而的確鮮明的呈現出來 讓我們能夠感受到 而且呢 剛剛特助也有提到呢 我們動線其實是單一動線的設計嘛 沒錯 可是其實在這樣子很巧妙的空間裡 是用建築去引導人怎麼樣參觀 整個環境 以及藝術品 還有自然景觀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呢 真的也是非常的用心 沒錯 我們的整個的設計就是一條唯一的出入口 單一的動線 那我們就是希望客人被我們吸引進來之後 他有一個地方 就不需要特別的指引 他就知道該怎麼過去 那我們的園區裡面 雖然是他可以直接到達 但是也不是隨意都可以進到我們園區裡面去的 我們也還是要採取一個預約的方式 我們都會有專人的導覽 那現在呢 就有我為東東您來做一個導覽介紹 我們裡面請 從土地而生 從地景而成 文化的生活模式與建築相融合 每一處的轉折 都能遇見另一個驚喜 就跟著我的腳步 一起去體驗吧 在這個走道 兩側的竹子 我們都會跟欄杆差不多高 那我們想要營造的一種氣氛氛圍就是說 它是一個 雖然不能像武林高手 不能像臥武長龍裡 木白斑 我們在竹梢上面飛奔 但是我們想要讓客人可以體驗一下 在竹梢上面走的那種感覺 那也可以讓客人覺得說 體會一下不同的感受 那其實 在最早的時候 其實我們曾經有想過要用夢中竹 但是因為夢中竹它是那麼的大 那園區腹地沒那麼大的情況之下 如果騙中夢中竹的話 它竹林的密度會不夠 所以我們才退後求 其實我們想一想 那還有什麼樣的竹子 是可以更適合這個環境呢 那多方騙群之下後來發現 其實貴竹 它是一個很不錯的 因為它的鋪氣大小 跟我們整個的布地環境 它的竹林的密度 會是非常適當 非常恰當的 我們知道竹子它本身是很硬的 可是竹子它又是 在風吹的時候 可以展現它柔的那個姿態 所以在我們來講 我們會覺得說竹子 它其實就是一個 即剛跟柔於一身的一種植物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我們這樣線條很剛直的 手道上面 那當風吹竹林搖曳的時候 它那種柔軟的線條 其實是很棒的 那其實呢 就我的經驗跟感覺來看 我覺得竹子 第一個感覺 會讓我想到東方 因為我覺得它常常呢 是會象徵我們古老以來 一直傳承下來的一些情操 像是一些謙虛的感覺 或者是一些很好的習慣 讓我們可以去學習 那此外呢 我覺得竹子它因為它的外型 十分的細膩 像它的葉子啊 還有它的竹的枝幹 其實都是有別於其它植物 那麼粗獷或是硬挺的感覺 東東可以稍微往後面看一下 現在呢 我們看到的 它就是一個很天然的畫布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主體建築結構 它就是一個畫框 它會變成一個畫框 那把遠山收納進來之後 它就是成為了一幅非常自然的畫布 這個非常大的畫框 應該是我從小時候到現在 看過最大的一幅畫 沒有錯 十分的巨大耶 感覺是欣賞不完它的細節 其實我覺得 這一個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概念 因為在我的經驗呢 看畫展的時候呢 我們會有框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 繪畫其實是捕捉整個光影的瞬間 或者是它印象的瞬間 其實很難是把整個時間的流程 是放在同一張畫裡面 但是呢 因為我們今天呢 可以看到這個實際的畫框 以及我們真實的自然的景色 當作我們的畫布的內容 其實從早到晚 或者是春夏秋冬 不同光影的變化呢 它所呈現的生命力 跟表情是十分的豐富 所以我覺得 這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清水模其實 我們是要從一個 混凝土的外表的一個條件來看 我們一般 就是台灣的這個混凝土 它鋼心混凝土在這個拆模之後 模板拆下來之後 可能會用這個磁磚 或是說是用馬賽克 或是用石材 來貼附它的一個外表 讓它形成是一個 建築物的一個外衣 但是清水混凝土的一個概念是在 當我的混凝土的工程完成之後 當我的這個模板拆下來之後 它就已經是一個 完成的一個表面 它不再加以任何的一個修飾 以混凝土它本身這個 質樸的一個外貌 去呈現建築物的一個表情 這個是所謂的一個清水混凝土 有四個柱子特別的不同 它是採圓形的 那它其實是一種叫做紙模的東西 我們去把灌漿膠織而成的 常常使用過膠帶 膠帶使用完之後 裡面剩下的那一圈 其實就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它這個是大了數十倍數百倍 在這個空間裡面 呈現不同的變化 然後可以讓客人 感受到更多不同的氛圍的呈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董董我們到了這裡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就是天然的畫布 那是在3E這邊來講 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邊叫三層 所以它的景是最漂亮的 也是最美的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這裡面有大片的水 包括我們入口一樣 都有大片的水 那水它其實可以讓人家覺得 看到它 你其實就會覺得是很輕鬆的 很涼爽的 自然你的心境 就會有不同的改變 那東東你知道嗎 在這個水井的底下呢 就是我們的室內空間 那其實它是可以達到一個 降溫的效果 現在所謂的一個 綠建築其中的一環 它可以讓室內的空調溫度 可以不用降到那麼低 然後也可以讓我們 對這個地球的環環 盡一份心力 剛剛特助有提到呢 像水其實在建築裡面 會有可以達到降溫的這個功能 而且常常會運用在 各式各樣的建築裡 讓人可以在炎熱的天氣裡呢 並不會感受太炎熱 那其實但是在我的經驗來看呢 我知道就視覺來說 水其實也可以讓我們的 感覺空間是變得不一樣的 那怎麼樣不一樣呢 其實它可以像是打破了 整個建築的邊際喔 可以讓我們感覺到這個空間 是更擴大更舒適 那人的心也會更開闊 而且我有發現到像那個水面呢 當風這樣吹過去之後 它所產生的波紋 是非常有動感 而且有生命力 同時它也可以反映出我們的天色 像是雲朵或者是藍天等等景色 這樣子是非常巧妙 可以把我們自然景色 融入在人文的空間裡面 那現在我們又可以看到 我們整個的建築線條來講 它都是比較屬於塊壯的 方塊性的線條 那可以看到有四個柱子 特別的不同 它是採圓形的 那它其實是一種叫做紙模的東西 我們去把灌漿膠製而成的 那那個紙模是怎麼樣呢 其實當我們常常使用過膠帶 膠帶使用完之後 裡面剩下的那一圈 其實就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它這個是大了數十倍數百倍 那我們就利用那個東西 套上去之後 在裡面做膠灌的動作 所以才會產生這樣子的一個形式 再加上它在拆模之後 我們並不刻意的 去把它的這種線條 把它抹平 而是把它留下來 那事實上 它又可以在這個空間裡面 呈現不同的變化 然後可以讓客人 感受到更多不同的氛圍的呈現 就我的觀察 其實很多清水模 當運用在建築上面的時候 它其實是一個 比較大方向的視覺感 它的模板都是用比較大 而且是運用在平面的牆面比較多 讓人家覺得這個建築是非常有份量的 剛剛特殊有提到說 像是我們的圓柱呢 它其實是一個圓弧形狀的造型 那它的高度也是比較高的 那我們後面的這個牆面呢 它又是山木的清水模的紋理 所建造出來的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特別喔 就是跟我印象中的清水模 其實是有跳脫我對它的刻板印象 好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得到 我們另外一邊的話 又是不同的一個線條的展現 那它又是另外一種叫做 山木清水模的氛圍 那它比較特殊的是說 我們一般看到的清水模 都是平面的 光滑的 那它自然的呈現了 樹它本身的基底線條 它的溫理的呈現 所以它是比較不同的 那它是比較 在工序上來講 它是比較要花更多的工夫在上面的 那這個空間裡呢 自然的畫框就是一個最主要的結構 而聽完黃特柱的介紹 我們才發現原來有更多的細節 是它們十分的用心 不管是牆面的紋理 或者是材料的選用 還有顏色的搭配 其實都有很多細微的變化喔 我覺得這就是很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它們不管是兼顧了 所謂大氣的感覺 也依然保留了最細膩的部分 戰後分別來自於歐洲 來自於日本 以及來自於美國的一個技術 以及它的這種建築的這個 使用的這種想法 就是清水混凝土它的一個概念是在於是說 當然在技術上面它必須要保證 採摩後它是一個非常均質的 一個品質是可以被接受的 那麼但是清水模呢 它因為模板的一個形態的不同 這個清水模它在混凝土的表面 它就會形成非常多的一個表情 那這樣的一個作品 非常明顯的是它的一個 它就並不是那麼光滑細緻 而是帶有一些這種 所謂的生物性的一些紋理 我們現在來到的呢 就是一朗的空間 我一進來我就感受到 其實整個氛圍是令人非常的平靜 而且安靜 我想這個空間好像是採用了自然光 以及燈光還有陰暗 呈現出一種靜密 而且有點神秘的氛圍 其實跟我的經驗呢 對於那種明亮的美術館 或者是其他的展演空間 是非常的不同 對沒有錯 那其實從剛開始入口出的時候 就可以發現我們的大門 也跟一般的看到的 所謂的美術館也好 或是藝術館也好 是相當的不同的 那我們是用鏽鐵的方式去做處理 再加上請藝術家 特別設計的把守 所以你會發現它是非常的與眾不同的 那我們整個空間來講的話 其實就是讓客人在這邊是很沉靜 然後可能舒適自在的 對我剛剛一進來的時候 本來以為那一扇門會十分的沉重 很難推開 但其實呢 可能是設計上有一些巧思 所以其實非常好推 非常的順手 然後它也有一種撫鏽的美感 其實會結合到我們整個的環境 所以它的顏色是比較低調的 比較沉靜的 所以當你在開啟門的那一扇那 你會被整個的空間氛圍的營造 做給吸引了 推開創意生活家的大門 我們可以去品味藝術家 所呈現的富貴之美 透過低沉色調所呈現的氛圍 我們自在地融入在這個空間裡 體會生活中優雅與浪漫 館內的藝術品 讓我們的心靈可以沉澱 也讓我更想要近距離地觀察它 讓我們再一起去創造那美的可能吧 有一個非常巨大的像巨木般的設計 擺在這個空間裡 是 那其實像我們的 可以看到這顆木頭呢 在我們設計的起始 既然這邊是3E 那有什麼樣子的一個材質元素 可以跟3E這邊做一個結合呢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就是用一個巨木 在地的這個環境 可以有互相的關聯性在 那其實可以看到 我們在這個整個展場環境裡面呢 我們並沒有說 像我們一般看到的 房間的藝廊或是畫廊 他們都會有一個 布條拉起來 隔絕著你跟藝術品之間的距離 然後讓你無法去 近距離地去觀察它去欣賞它 那在我們這邊 我們就希望你可以更近距離地去 看到藝術品 它本身所呈現出來的那個美 在整個空間裡呢 除了展品讓我非常吸引我之外 我還覺得有一個非常巨大的 像巨木般的設計擺在這個空間裡 十分吸引我 對 那其實當我們很多客人進來的時候 第一眼都會被這個木頭給吸引 那其實像我們的 可以看到這顆木頭呢 在我們設計的起始 它就已經在我們的腦中盤環了 那我們主要是想說 既然這邊是三易 那有什麼樣子的一個材質元素 可以跟三易這邊做一個結合呢 那三易大家所知道的 所熟知的就是木雕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就是用一個巨木 來讓我們跟在地的這個環境 可以有互相的觀念性在 後面的這面牆面呢 其實我有發現它的質地 跟我們剛剛所看到的 清水模的設計是不太一樣的 它是應該是用清水模的方式去製作 但是跟我們剛剛所看到的紋理是截然不同 它其實也是三木 跟我們所看到的牆面上面的三木 所呈現來是一種不同的感受 那我們想要讓它做出來 是感覺上很多客人進來的第一眼 看到它都說 這是竹子嘛 那事實上並不是 它還是三木 那只是說處理的方式比較不一樣 所以它的表面是比較光滑的 那我們想要呈現出來就是說 在一個空間的氛圍裡面 相同的材質它也可以有不同的變化性 以文化推廣為任 結合三億的文化特展木雕 定期舉辦藝術展覽 以及國內外的文化交流展 促進陶藝藝術以及雕塑藝術的完善教育 讓傳統文化得以延續下去 那現在看到我們這個環境呢 就是我們的餐廳的氛圍的空間 可以享受到不同於我們 伊朗裡面的那種氣氛的呈現 那也可以看到我們從伊朗的空間 它也是一個比較低層的顏色 低層的色調 所以到我們的延展到我們這個餐廳來的時候 我們就用一些比較低層的色調 去凸顯到人跟作品 那其實這就是涵蓋了一種叫做弱建築的概念 那所謂的弱建築我們就是把建築主體把它弱化 讓它背景化 所以我們都用到很簡單的色系 其實我真的有發現喔 雖然呢我們在這個空間裡所選用的黑色 或者是十分沉的顏色 但是呢因為質地的不同 可以塑造出不一樣的質感 沒有錯 那其實這種就是一種我們在細節上面的要求 我們不只是說我們整個的大的環境 大的建築大的自然景觀造景 那我們包含在細節的部分 我們都非常的去要求到 所以在設計團隊跟我們整個的團隊來講的話 任何的細微的部分 我們都去想到它的相互的呼應性跟結構的地方 我們在講一個建築的外牆 它本身也是必須要定期的一個維護管理 那麼我可以這麼說就是說 因為清水混凝土它是一個非常的一個均質的一個表面 混凝土的一個表面 那它是一個很純樸的表面 那麼可能在如果沒有適當的一個維護管理 那可能表面會有一些污損 或者說會有一些這種髒污 那我想這個都可能就是在外觀看起來 會比其他種類的建築物要來的也很明顯 那麼也有一些人的一個看法是在於說 清水混凝土可能太乾淨它並不是很好 或者說它如果說有一點粗獷的一個 經過碎的痕跡的表面也不錯 那當然這個是見仁見智 但是我們是站在一個維護管理的一個觀點 那當然並不是說所有建築物的外衣 在建築物竣工之後就不予管理 我覺得外牆的一個維護 無論是什麼樣的一個材料工法系統 我覺得這個維護還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今天呢我其實有準備一張畫想要送給你們 謝謝 不要客氣 就這裡 謝謝 那其實我是以一個概念 因為我知道這邊的名字叫做富貴 所以其實我第一個想法是想到牡丹給人的感覺 但是呢其實我所留下來的架構跟顏色呢 是屬於非常低調的 因為我知道這邊整個氛圍呢 是給人一個平靜 然後沉添自己心靈的感覺 所以呢就是留下了比較多鼻觸以及黑白的這個架構 希望你們會喜歡 是 非常好 謝謝你 其實我一直以為建築物和環境之間是相對的 甚至有的時候是互相衝突的 但是呢在了解弱建築的精神之後 才發現原來建築師可以把建築的姿態降到最低最謙卑 而在環境裡把自然凸顯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個最和諧的平衡 所以才能無法誰去製造你的在這裏 裡面也有很多適合俄的石材 精神 對於盡量的 濾低 鼻玉的綜滿金采 這個温度的滑水質 它會跟一般的混凝土的構造的最大的不同 是在於它所使用的這個混凝土本身呢 它必須要是屬於一個高遼動性的 或是说它可以让这个工作性更高 那可以让品质才有办法达到一个比较均值的品质 因为我们很多一般的一个混凝土在拆模之后 它可能必须要有台语所说的洗牙液 或者说做一些装修面 但是我们清水模是不允许这样的一个存在 所以必须要保持在拆模之后是一个完好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至于提到清水模的 清水混凝土的这种所谓建筑物的文物管理的一个问题 那我这边大概也必须要去澄清一下 像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清水混凝土的一个建筑物 它在表面它都有涂布一个透明的泼水剂 那泼水剂主要的一个作用是在于说 防止这种水或是说其他的污染物质 提早对于这混凝土的表面去做清洗